在娱乐圈,明星大大小小的事都可能被报道,而有的明星身上甚至还发生过惊动整个娱乐圈的大事。 大家好,这里是一支细细利,今天为大家介绍其中几件轰动一时的大事。 一,关芝林·高尔夫,关芝林的父母都是演员,她从小受到艺术氛围薰陶,再加上美丽的外貌,所以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娱乐圈。 后来关芝林出演了许多著名的影视剧,她的事业飞速向前发展,但是女明星总是会传出一些绯闻,关芝林就传出过和刘鸾雄在一起的消息,而关芝林也得到了刘鸾雄的万分宠爱。 某天,关芝林在深夜被送去了医院,不过并不是因为得了什么疾病,反而是闹了一个笑话。 当时有传言说,关芝林在医院取出了两个高尔夫球,如此一来,很难不让人怀疑她和刘鸾雄发生了什么。 果然,这则消息让关芝林瞬间走到风口浪尖,不过刘鸾雄为了弥补她的过失,一个高尔夫球赔了关芝林一千万港币。 高尔夫球这件事对关芝林的名声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,她的玉女形象一下子破灭,从那以后她甚至连一部戏都没有接到。 好在拿着自己的赔偿金,关芝林可以生活得无忧无虑,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,但是这始终是关芝林心中挥不去的痛苦记忆。 后来虽然有人对这件事情做出解释,声称当时的传闻其实是谣言,可即使这件事不是真的,关芝林也无法在媒体面前公开为自己澄清。 对于一个女明星来说,不论如何解释,这件事只会越描越黑,她的处境甚至会变得更糟糕。 现在的关芝林已经58岁了,她仍然是一个人在生活。 2. 刘嘉玲 1984年,刘嘉玲从TVB议员训练班毕业,出演了电视剧陆鼎级《星扎师兄》。 1990年她离开TVB,被王家卫看中,王家卫邀请她和张国荣合作电影《阿飞正传》,也正是这部电影,让她进入当红女星行列。 在与王家卫合作《阿飞正传》之前还有一件让刘嘉玲很高兴的事情,她有了一位很爱她,而她也很爱的男朋友,这位男朋友就是梁朝伟。 可是刘嘉玲怎么也想不到在拍摄《阿飞正传》的过程中她迎来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,而这也考验着梁朝伟。 1990年4月24日凌晨,刘嘉玲接到曾志伟的电话,曾志伟邀请她到自己家打麻将,一向爱打麻将的刘嘉玲听到这个邀约就开车前往曾志伟家。 就在她快要到曾志伟家门口的时候,意外发生了,有三名男子走到她车前,将她绑走了,刘嘉玲被绑的一幕正好被曾志伟家门口的保安看到,保安立马报了警。 然而警方到达事发地址找到了刘嘉玲掉落的耳环,除此之外再无其他,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,刘嘉玲重新出现在了曾志伟家门口,而此时距离刘嘉玲被绑架刚好过去三个小时,曾志伟见刘嘉玲脸色不好,就没敢多问发生了什么。 不过对于其他人的关心,刘嘉玲也做出了回应,她受绑匪抢了她一千元现金和一块名牌手表,绑匪也没有侵犯她,第二天她就去警局削了案。 在这之后,刘嘉玲当作什么也没发生,她认真演戏,1991年她凭借阿非正传获得法国南特三大周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。 她还认真经营和梁朝伟之间的感情,被很多梁朝伟的粉丝羡慕极度恨,可就在她事业,爱情双丰收拾,噩梦发生了。 而这个噩梦与1990年她被绑架这件事情有关。 2002年11月2日,香港的东周刊刊登了刘嘉玲在1990年遭遇绑架之后被绑匪拍下的大尺度照片,并且故意做成了封面图。 这期《东周刊》一经上市,立马引起舆论哗然。 眼看刘嘉玲被这件事折磨的身形消瘦,精神濒临崩溃,梁朝伟对刘嘉玲说,这个圈子这么复杂,我们就离开吧,你想去哪里,我就陪你去哪里。 有了梁朝伟暖心的安慰,刘嘉玲的精神状态慢慢变好。 在这之后刘嘉玲一边演戏,一边投资夜店、服装、面膜等事业,并且在2008年和对她不离不弃的梁朝伟结婚,生活过得很幸福。 3. 王杰嗓子 王杰发布的第一张专辑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已经发售便迅速获得了30万张销量,他也因此夺得了台湾音乐榜单冠军的称号。 王杰此信而沧桑的嗓音迅速得到了一大片歌迷的支持,他的浪子称号也是从这时候流传开的。 1990年,王杰相继推出了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故事的故事等唱片,果不其然,所有唱片已经发售便迅速大卖,王杰也成为了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爆红歌手。 期间他也经历了结婚和离婚,离婚后的王杰在工作上也有所变动,香港颇付盛名的英皇公司用四千万签下了王杰,本来加入英皇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。 然而,王杰却和英皇产生了矛盾。 在英皇期间,王杰相继推出《心淫》等专辑作品,同时,他还带起了师弟师妹、羽绒祖儿、阿娇阿萨等当时的二流歌手合作,为英皇的艺人网络支起了坚实的一角。 但矛盾终究是矛盾,不会因为功劳而被抹去。 相反,过多的荣耀只会激发矛盾的更大爆发,与英皇的合约到期后,王杰非但没有感谢老东家,反而当众发言,说自己在英皇期间,背后被毒哑了嗓子。 2010年10月份,王杰在参加《非常近距离》时爆料,同事在饮料里下东西,把他的嗓子给毒哑了。 听到王杰的描述,主持人李静吓得张大了嘴巴,眼神里充满不可思议。 这期节目播出后,迅速引起巨大争议。 后来粉丝猜测过很多人但都因为没有证据而不了了之,不过后来毒哑一事,也逐渐被人们猜测是王杰的一种自我炒作。 4.陈冠西宴照门 2008年初春,大家都沉浸在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喜悦中,不料香港娱乐圈却出现了一则重磅消息。 陈冠西和一众女星,如张伯芝、阿娇、陈文元、杨永勤等人的不雅照开始在网上疯狂扩散。 一时间,香港众多媒体和杂志因此销量翻番,甚至加艳号外,涉事众女星人涉崩塌。 各把月后,陈冠西从加拿大返回香港,在九龙湾展茂中心举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。 为保证陈冠西的安全,香港警方出动了500名警员,并在现场设置了五道封锁线,但现场仍旧混乱不堪。 陈冠西一出场,台下200多名记者的相机便争相对准了他,发出排山倒海的咔嚓声。 光是乱七八糟的狗仔队都有四五十列。 陈冠西身穿干练的黑色西装,难掩眼神中的伪盾,终于在汹涌的人潮中说出了那句话,我会无限期退出香港娱乐圈。 同时,他的这则道歉声明在香港中环街头的电子大屏幕上实时直播,引得大批市民驻足观看。 道完歉,聚完工后,陈冠西转身从后门通道离开,但没想到那里早早埋伏了一个狗仔。 对方一把抓住他,发现陈冠西西装内竟然穿着厚厚的防弹背心。 后来,陈冠西顺利离港,飞去了加拿大。 五,张国荣去世。 张国荣,香港娱乐圈最杰出的艺人之一。 其歌曲《风王北吹沉默士金》等传唱不息,谈张争霸至今都让人津津乐道。 电影《英雄本色霸王别姬》等流传至今,屡获国际大奖。 巅峰时期的张国荣更是红遍香港,内地、台湾、韩日,乃至整个东南亚。 1989年,张国荣在告别演唱会上说,你们会不会很快就忘记我? 台下一片尖叫,然后他又接着说,那,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。 如果有一天你们的朋友问起你们,八十年代有哪些歌手,你们随便提下我的名字我就知足了。 2003年,张国荣什么话也没说,就一个人悄悄地走了。 走的方式,如此决绝,令人惨痛,惊恶,惋惜,不舍,深叹天度英才,风华绝代,就此远落,留给世人无限的感伤与遗憾。 2003年4月8日,张国荣的葬礼在香港殡仪馆举行,由唐贺德以致爱的身份打电其身后世,数万名粉丝冒雨前来送张国荣最后一程。 六,李小龙死因之谜,在无数人心中,李小龙无疑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。 这不单单是因为他是一名享誉全球的功夫明星,更重要的是李小龙是一名代表了中国人精神的真正的武术家。 可惜的是,他在32岁的这一年悄然逝世,连同他对于武术的热爱与对电影的痴迷,永远地定格在了1973年7月20日这一天。 当时,正在拍摄电影《死亡游戏》的李小龙在好友丁沛家中服下一片药片之后便突然逝世,据官方披露,死因是脑水肿,但这个说法一直饱受世人的质疑。 亲历者丁沛在《自传》里面详细地回忆了李小龙死亡当日的全部经过。 当天下午,李小龙约了邹文怀一起在丁沛家里谈死亡游戏的剧本。 经过一下午的搓谈之后,傍晚李小龙表示自己有些头疼,于是丁沛便立马从家中的橱柜里找了一瓶纸痛片来给他服用。 李小龙没有多想,就吃下了一片,随后丁沛看了下时间,距离晚上约佐治拉辛比吃饭还有一些时间,于是便建议李小龙到自己的房间里面休息一会儿。 丁沛提出建议后,李小龙看了一眼邹文怀后说道,好吧,那我先躺会儿。 在听到这话之后,邹文怀很识趣地就离开了丁沛的住所。 丁沛等李小龙睡下之后,也从房间出来,没再打扰。 然而当丁沛想要叫醒李小龙时,他却没有任何反应,等医生到了之后发现李小龙的心跳。 脉搏,呼吸已经全部消失,瞳孔也已经扩开。 当救护车到达时,李小龙完全没有了一点生命迹象。 李小龙死后,妻子林达因不善与媒体打交道,也不愿意丈夫的死因被外人过多议论,没多久便着手给他办理身后事。 后来李小龙的意外死亡就成为了影圈中的一个未定公案,直到今时今日依旧有很多人在搜集资料试图揭秘真相。 这些惊动港台的大事无意不让人意外,有许多事情到现在仍是畏蟹之谜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,大家有什么意见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,别忘了点赞分享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